2014年玛依丽一句恋爱不易,婚姻不易,且心且珍惜 为了家庭选择大度原谅 2019年7月份玛依丽一句一别两宽,各自欢喜,结束了两个人的婚姻 还记得那年文章在某班奖网会上说的话 我一辈子最难的事情就是我的女人叫玛依丽 感动了很多网友,如今她把她最牛的东西弄掉了 其实可以看出她们也是彼此相爱的 只是可能因为文章出她那种子事情 两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的可能都会有一些隔阂 就算是激烈的想去忘记,但是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 时隔五年两个人还是说了再见 根据两个人的好友向泰透露 文章玛依丽离婚的原因跟第三者没有关系 两人是因为沟通出现问题 玛依丽文章离婚后伴随就是各种传闻了 先是文章姚迪旧情复然 但是很快当事人就做出了回应 真是啪啪的打脸啊 随后又是玛依丽和小17岁的东华帝君 高尾光有恋情曝光 玛依丽工作室也是马上发文回应辟谣 不过离婚后的玛依丽也是过得非常的潇洒和优雅 先是带着女儿游日本又是出席闺蜜流姿的 乔迁喜宴都是活脱自载 并没有像网上说的一蹶不振 而就在今天中午一周马依丽和高尾光亲密照曝光 短短两个月两个人又被传出绯闻 不知道玛依丽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 照片中我们一看看出两个人关系不一般 玛依丽将手放在高尾光的脸上 几乎是半躺在高尾光的怀里 高尾光表现的也是非常的自然 对这样的行为说让人别多想 这是挺难的 之后有人做出回应 当天是两人新剧的沙青宴 玛依丽喝多了 周边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两人都是单身 沙青宴上高兴多喝了一些 也无可厚非嘛 有支持的网友留言称 交朋友是人家的自由 男未婚女未嫁 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当然也有一些反对这种说法的网友 他们认为 玛依丽和文章离婚才短短的两个多月 玛依丽就已经躺倒在别的男人怀里 有点欠妥当 称现在开始同情文章了 更有一些网友猜测 玛依丽和高伟光在离婚之前就纠缠在一起了 文章是被算计了 到目前为止 玛依丽和高伟光两个人的工作室 还未做出任何的回应 不过小编觉得 既然玛依丽和文章已经离婚了 就与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 也希望他们二人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 不过小编程了